路邊停車一味難求 卻有民眾在停車的時候 他的車輛前旋跟輪胎都超出線外 被巡邏員警發現 因此對他開出罰單 地點在新北市中和這個路口轉角 駕駛當時把車停在這裡 結果輪胎超出停車格壓到紅線 除了被罰1200元還被拖掉 當事人認為只是壓到一點線 提出申訴 但警方認為執法沒有問題 一度拒絕撤單 一定你這樣都是不好停的 我現在看的時候就是 它外面的壓線 可是沒辦法 沒有地方停 根據道交法規 一般路邊停車格長度5到6米 寬度2到2.5米 原則上小客車或休旅車都可以停 交通局表示這處停車格 因為重新鋪路 導致車格實際長度只有4.6米 目前已經重新劃線 駕駛可以再提出申訴 只是市面上汽車樣式有大有小 再加上個人經驗不同 停車時難免會有狀況 學的也會有 技術差一點 那不能怪人家 每個人技術不一樣 對不對 我覺得要停得多正 沒有辦法 不管停車技術好不好 只要沒有逆向停車 四個輪子和車身沒有超出停車格 或是影響交通 就不會開發 TVBS新聞告訴我 黃定文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確認下載TV 可言 ��서